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威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呢 应一个热心网友 他叫鱼狼瑟瑟的一个要求呢 给大家来讲一下松科 那么松科这个人呢 其实他在历史上知名度并不高 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他呢 就是松中山的长子 也是独子 这样一听的话 大家明白了 哦 原来松中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 但是松科这个人呢 我的总结是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以这样子来说呢 有的人说松科呢 他当过蒋介石手底下的 这个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长 相当于也是国民党前十号的人物 为什么说这么高级的一个官员 他是一个普通人呢 那么听我从头讲起 就说你讲一个历史啊 那么如果你只是把历史的 他发生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下来 那么这个东西在历史课本啊 网上都能查得到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呃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没有必要来听我来讲 自己上网都能搜得到 那么主要的问题 我来给大家讲呢 就是要透过这个历史的现象 它现象是这么发生的 那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啊 这个我认为 是我给大家讲历史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发生了这个事 它背后有啥原因 啊 对 并不是说你当初呢 把这个历史的内容记得 啊 你知道这个历史内容 啊 当然我看前段时间 有网友留言说 哎呦 老师你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记下来那么多的历史知识点 我认为呢 这个记住历史知识点 只要你去看就能知道 分析 这个才是关键 就是为什么我说松克 他虽然当了国民党的立法院长 他反而就是一个凡人呢 那是看跟谁来对比 那么他在那么高的一个平台上 他是松中山的独子 而且松中山大力扶植 大力培养的一个人 就这 他都不能进入国民党的核心成员里面 那么这样的一来说的话 他是不是比较平云呢 而且这个平云是不是我说的 听我从头讲起 就是说当时松科啊 是1891年出生 出生了以后呢 因为他的原配夫人姓 就是松中山原配夫人姓卢 姓卢的这个呢 是松科的亲妈 就是松中山跟这个原配 其实没有多少感情 松中山而且一直致力于革命 基本上呢 这个松科呢就是怎么说 相当于没爹的孩子 有他妈跟他的奶奶抚养 那么在四年之后 松科四岁的时候呢 就是举家迁往美国的唐县山 因为当时松中山在唐县山闹革命 那么到了唐县山之后呢 因为当时没有到了学习上学的年纪 松中山呢就是还是挺照顾他 给他买了很多书籍 让他学习 主要是学习什么呢 英文 所以呢这个松科的英文非常好 那么后来松科呢 一直是待在美国 呃呆在美国呢 呃是作为哥伦比亚的这个法学博士毕业的 他在美国呆了这么久 那么他见惯了那种国外的大城市 呃那么给他形成一个优势 就是他知道这个大城市的这个规划与布局 所以呢 等他17年回国 呃当时呢 松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 呃回到国内之后呢 就是他首先做了国民政府的秘书啊 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呢 刚好广州呢缺一个市长 当时呢 谁 廖仲凯就推荐谁 推荐松科说你来当这个市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国外看到了很多这个国外的这种啊 主流的这种城市的怎么样的规划 那么你来给咱们把广州做一个规划 当时呢 松中山呢 就是觉得他是我的儿子 这个有点 别人认为这是他专我的光才当了这个市长的 结果呢 因为这个松中山的另外一个支柱 就是胡汉民 啊 他呢 也是强烈要求让松科来担任这个广州市市长 啊 结果呢 啊 松中山才同意 那么松科当了广州市市长之后 他确实呢 对于广州的一个发展 市政建设 它起了一定的作用 就说一个人啊 他的眼见 决定了他的一个 啊 事业的高度 那么松科在国外这个眼见非常高 啊 他知道比如说城市规划 图书馆啊 啊 娱乐场所啊 啊 下水道排水啊 市政的路面宽度啊 这个他想都不用想 他从小到达生活在美国 他都看 看一眼 他就知道了 所以他把广州的这个市政建设搞得是不错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松科就飘飘然了 为什么 首先 我爸是国民政府一把手 啊 而且你看我这个能力也不错呀 我爸广州也搞得不错呀 飘飘然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跟胡汉民就闹一截 为什么 胡汉民事实上是当时国民党的二把手 啊 松中山的左膀右臂 那么当时呢 他跟胡汉民有一个很大的纠锋 两个人打起家来 就是什么原因 当时呢 在东征成郡民 东征成郡民的时候呢 那个松中山呢 要提一笔二十万的法币的一个军费 让胡汉民去找那个 松科去提这笔钱 而且呢 松中山他是亲自批了条子 那么胡汉民拿了这个条子 找那个松科要钱的时候 松科就气了说 你以为我会印钱啊 天天来要钱 借着我爸的名义 老是来跟我要钱 直接把条子撕了 当时呢 胡汉民就气得不打一出来 胡汉民心想 我是因为宗仲宇 并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本事 我是给你爸面子 你别搞错 这个时候松科也挺火了 就拿个手杖 当时那个国民党文化人嘛 都拿个拐棍 意思是文明嘛 文化 这也是从英国学来的早破 就拿手杖 一把朝胡汉民头上给丢过去 那胡汉民就气了 吵起来 吵起来松中山听到了 松中山当时在三楼办公 他俩在二楼 松中山下来一看 哎呀 就很生气 很痛心 就说如此不可较远 气到气头上 直接拔枪 就准备 拿那个 朝那个松科开枪 松科一看 他爸来了 还准备朝他去开枪 吓得一两眼跑了 那么从此以后 这个松中山呢 就对这个松科有看法 觉得呢 第一 这个松科气量太小 你气量小的话 你就很难容得下人 那你就肯定做不了政治领袖 为什么 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他气量小 斤斤计较 但是呢 一贯反对他的 比如说唐生智 跟他打了多少年的仗 包括李宗人 包括冯玉祥 包括袁锡山 哪个没跟他打过仗 哪个没准备置他于死地 但是呢 该团结的时候还得团结 还是把这些人呢 到了抗战的时候 都招入自己的手下 来给自己帮忙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气量的话 你怎么来当领袖呢 所以说为什么蒋介石 后来在日记里面写 这个松科是如此不可教言 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也是有他一定的理由的 那么好 等事情来到了什么时候呢 来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冯玉祥扣了直系的总统 曹空之后呢 他呢掌握了北京政权 但是冯玉祥毕竟当时知名度还比较低 他没有实力掌控全局 所以呢 他不得不邀请松中山去北京 跟他共同执政 结果呢 松中山在北上的这过程中呢 因为肝癌恶化就去世了 去世之后 那么国民党当时呢 这个权力的就留下了真空 国民党内乱作一坛 来准备争夺这个呢 国民党一把手的这个权力 那么当时国民党争斗权力的 主要是廖仲凯 胡汉民和汪精卫 但是后来那个蒋介石后起之秀 他也想争夺国民党一把手的位置 结果呢 汪精卫上尉成为国民党一把手 国民政府主席 是为什么呢 当时啊 这个松科 他作为太子的身份 他根本就瞧不上这个军头 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啊 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要是谁 他背叛松中山 那么这时候宋庆林 作为松中山的老婆 他肯定是踪成松中山的这个 联恶联共 扶助农工的这个思想 那么松科 作为谁呢 松中山的儿子 那他肯定是 就是服从他爸的路线 联恶联共 扶助农工 那你蒋介石 背叛松中山的路线 那松科自然而然是跟汪精卫一道 共同反讲 这是松科刚开始的一个政治立场 就是他呢 是当然服从他爸 这么红过头来说 这个松中山 松中山呢 一辈子其实只做了一件事 做什么呢 就是他早期提出的 三民主义 驱除大陆 恢复中华 建立合中政府 驱除大陆呢 指的是驱除这个满清政府 恢复中华呢 是要恢复汉人政府 那么创立合中政府呢 他的意思就是要 创立什么呢 资产阶级共和国 那么 那么很多人就说 松中山推翻了清政府之后 那建立共和国的愿望达成了呀 没错 达成这个愿望之后呢 当时袁世凯创夺了革命的果实 封了谁 封了松中山 作为铁刀部的部长 松中山准备要建20万公里的铁路 去修铁路去了 所以这段时间呢 松中山就没有再过往正事了 他作为铁刀部部长 去给袁世凯干活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就是一个烂摊子 同盟会是个烂摊子 没有人管了 没有人管呢 这时候宋教人呢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出来呢 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搞这个议会政权 来跟袁世凯斗争 那么当时呢 松中山规定了 就是说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什么呢 总理制 就是说总统是名义上的领袖 那么谁作为国务院总理 才是掌管全局的 所以说呢 这个宋教人就有机会 成为什么呢 袁世凯手下的这个国务院总理 他准备阻隔 那袁世凯一看 哎我塞 那我当总统 我说了不算 这还了得 你国民党人 宋教人准备当总理 我把你干掉 袁世凯呢 就派人把宋教人干掉 那么干掉之后 这个时候的这个宋政权 在犯人回吾 觉得呢 这个没达到他目标 什么 驱途达楼恢复中华 这个都办到了 创立汉人政府办到了 办到了 但是呢 创立合政政府 合中政府有了 这个时候的是 袁世凯为首的这个总统制 他是个假的合中政府 为什么 袁世凯 他并不是说一党专政 他是一人专政 什么都是他一个人所说了算 他是家天下 结果他后来呢 裹不起 他要复辟 他又成为皇帝 那这个时候 宋政权当然不干了 结果呢 重新开始呢 搞二次革命 护法运动 所以呢 宋政权一直做的这个事 包括后来的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这个政策 他是为什么 为创立合中政府而服务的 就是说 他为了创建一个 真正的资产阶级的一个共和制 那么在他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他才联俄联共 就是他没有能力创造这个 真正的合中政府的情况下 他才联俄联共 让苏联 让共产党来帮助他 实现这个呢 合中政府 这是宋政权的两个 就是政治的 见解的一个 背后的生存次原因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当然 松科从小受 这个松中上的 这个耳濡目染 那他当然呢 能领会 他爹的这个意图 所以呢 他当然就 要求要达到蒋介石 但是这个松科这个人呢 他是眼里容不下人的 就说到前面 这个谁呢 胡汉民总结了松科的 这个三大毛病 第一 勇敢的革命者 为什么 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是松中山的传人啊 从小在家里面 听松中山讲革命 他是勇敢的革命者 但是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外国长大的小孩 美国长大的小孩 那么他有那种 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个人为中心的这种 这种心态 就说外皇内白 他外面是个黄皮肤 他实际内心里面 是个 唯我独宗的一个人 那么第三呢 他又是松中山的独子 那受到党内的 所有人的一个什么呢 忍让 或者宠着他 因为都给松中山面子嘛 致使于他这个脾气非常坏 而且呢 他谁也瞧不上谁 就这个时候呢 他根本就瞧不上这个蒋介石 所以呢 跟汪精卫一块倒讲 但是跟汪精卫倒讲之后 结果最终是蒋介石呢 两次下野之后 蒋介石又获得了国民政府这个统治权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松科呢 见风使舵 他觉得他呢 斗不过蒋介石 因为他呢 联合汪精卫两次逼蒋下野 第一次呢 就是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呢 松科联合汪精卫 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 但是呢 由于他们控制不了谁呢 控制不了在南京的 李宗人白崇喜和何殷勤 所以说呢 没办法又重新请蒋介石出山 这是第一次倒讲 那么第二次倒讲呢 那是因为蒋介石呢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大家的舆论 丰丰抵制蒋介石 蒋介石这个时候呢 他要什么 他要攘外比心安美 不打小油板 那么这时候汪精卫 包括胡汉民 包括谁呢 包括松科联合起来 攻击蒋介石这个 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 就两次他们把蒋介石拉下台之后 结果以汪精卫松科 包括李宗人白崇喜 包括这个何殷勤 他们掌控不了局势 不得不重新请蒋介石出山 那么至此 松科就明白了 以他的这个政治见解 包括他能联合到的 这些国民党内的人物 他们都不过蒋介石的 所以说呢 他从此以后就彻底的什么呢 屈服了蒋介石 老老实实为蒋介石办事了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这个松科呢 他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主张 他是随大流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当时大流是什么 大流是联恶联共 辅助能工的时候 他随大流 那么跟着他爸 联恶联共 辅助能工 反蒋 那么等到蒋介石的势力 做大以后 那么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反而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这就是松科之所以 被谁呢 被汪精卫 包括蒋介石 包括国民党左派 国民党右派 共同不认可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一会支持左派 一会支持右派 结果呢 几边都不把他当心腹 但是当时蒋介石呢 为什么说拉这个松科入伙 因为松科呢 毕竟他代表着谁 代表着他爸松中山 那么松科站在谁的一边 代表着谁是正统 代表着松中山支持谁 所以呢 当时呢 蒋介石重新掌握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个权力之后 因为呢 他的这个语意不丰满 就是说呢 政局不稳的情况下 他把这个松科召回来 做了一个傀儡的立法院长 意思把你拉拢过来 其实呢 这时候蒋介石比较反感松科的 因为你松科刚刚倒过奖 前段时间刚把逼下一眼 这时候呢 用他完全是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 结果呢 松科又自不量力 松科呢 他从小在美国待着 他学到美国的这种三权风力 他又想 他既然我是当立法院长的话 我要改革国民党的这个法统 你现在蒋介石你是一党专政 不仅是一党专政 而且呢 国民党被蒋介石玩弄于掌骨之上 这蒋介石这个个人独裁的这个政府啊 他是靠国民党这个党来实施他个人独裁的一个野心 所以呢 一直在国外工作的这个 松科又看不惯了 他呢 就提出来要改革国民党的这个法治 要搞三权风力 那么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他搞的 所以呢 这个松科呢 也就是在国民党内寓意不得志 那么后来呢 他就干什么 他觉得寓意不得志的时候 他就无心在政界 在往上爬了 他就想 那就当国民党立法院长哄着呗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堕落自己 首先呢 他有原配 结果呢 他在有一个酒会上 他就认识了个姓岩的一个姑娘 叫严葛娟 他觉得这姑娘姿色不错 那就赶紧来 你来当我的秘书 那谁不知道他想干嘛 当秘书 没几天就把人家搞上床 搞上床呢 就跟人家同居 然后呢 这个姓葛的呢 还给他怀孕 怀孕了 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呢 他又在酒会上认识 另外一个女孩 叫蓝妮 这个蓝妮啊 她是少数民族人 有这种郁郁风情 这个蓝妮还号称为 少数民族某族的一个公主 哎呀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蓝妮喜欢的不得了 他不管这个姓岩的 这个严葛娟 还怀着他小孩 五个多月 把严葛娟扫地出门 扫地出门呢 又把这个蓝妮呢 招成他自己的秘书 很快呢 又把蓝妮呢 跟他开始同居 这个时候啊 这个蓝妮可是人家少数民族公主 他可不是这一套 说你这样子 你要给我打个保证 你从此以后 你松柯再也不能沾花惹草 除了你的原配夫人之后 你只能由我蓝妮一个人 松柯想 我跟你写个保证书 他就真的写了个保证 我保证 从此以后 我只对蓝妮好 只有一个原配 再不会找第三个女人 立此为据 说你把这个证据拿着 如果将来再找其他女人 你就登报 登报呢 然后呢 就是拜访我名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家蓝妮还是要名奉的 当时啊 但是国民党 怎么说 毕竟呢 是民国期间 以至今是共和国了 然后呢 就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制 国民党内 你不可以娶第二个老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松柯被逼无奈 他呢 就没有正式和蓝妮解红 但是叫了党内的一些朋友 大佬说 你们来都来 我请大家吃个饭 搞个 怎么说 搞个仪式啊 就算我再娶个二老婆 然后呢 他在禁酒的时候 还说 哎 你说我这个人立法院长 我执法犯法 咱们党内不允许娶二老婆 我又娶个二老婆 哎 这就是松柯 结果呢 到了四八年 到四八年的话 这个时候 国民党一看 江河日下 因为当时呢 经过辽省淮海 平静三大战役之后 国民党的这个统治 摇摇欲坠 结果 蒋介石还厚着个脸皮 被选拒为国民党的总统 结果呢 蒋介石被选为总统之后呢 蒋介石呢 又想 让松柯来当副总统 因为当时呢 李宗仁呢 他想当副总统 因为美国也看着蒋介石 你越来越不行了 就没呢 扶植李宗仁 让李宗仁上位 来取而代之 这个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 这还得了 啊 这个李宗仁啊 一辈子跟我打仗 一直以来 跟我面合心不合 我坚决不能让李宗仁上位 所以呢 我就拉出来一个顶枪的 我说 哎 来 松柯 立法院院长 你来上 我支持你当副总统 就松柯说 那你蒋介石丰富的事 那我就顺着你箱 我就当副总统 竞选 结果竞选的过程中呢 这个兰妮啊 就是那个 松柯这二老婆 为了让松柯能当上这个什么呢 副总统 这个大把的花钱 替他买选票 请人吃饭 送给人家打点 想让他当这个副总统 为什么说这个兰妮这么有钱 就是说 当时啊 兰妮呢 这是个比较厉害的人 当时就是兰妮一直待在上海 那么松柯到了重庆 因为上海被小尔本占了 兰妮没去重庆 但是他借这个松柯的这个知名度 在上海做生意 他做发达了 盖了很多栋别墅 做生意做的挺大 所以是比较有钱 比较有钱 那么后来呢 就是上海光复之后 打跑了小尔本之后 那么因为当时这个兰妮在上海做生意 大家总以为这个兰妮有本事 有啥本事 还不就仗着他是松柯的老婆 因为当时啊 上海是属于国统 是小尔本统治的地方 当时呢 是汪精卫 当了韦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 仗着当年汪精卫跟松柯这个关系 汪精卫呢 就关照了一下这个兰妮 当然还有成功夫啊 周佛海这一拨人 那么兰妮是靠这个关系 才把生意做大的 那么自然而然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国民党光复上海 光复上海之后 那么这个兰妮赚的这笔钱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个伪资产 跟国民党 伪南京政府的这些人挂钩的伪产 那么当作为伪产 那么国民政府就要把这个伪产给收走 这个你要充公 那这时候兰妮就不行 一哭二闹 三上吊 就找这个松柯 你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财产 我赚的吗 你怎么能让国民政府收走呢 那松柯就利用手中的职权 又把这个财产呢 就退回给这个兰妮 这样子一来 兰妮有钱 在松柯选举的时候就大把花钱 结果作为他的政敌的李宗仁 李宗仁这个集团呢 他就说行咱就把这个松柯 包二奶包三奶这个事 咱给公布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在国民党内高层内 跟松柯熟的人都知道 松柯包了这一个姓严的 一个姓这个蓝妮 那但是民间老百姓不知道啊 一把这个事公布出去 好嘛 结果全国一致声讨这个松柯 那这个时候松柯还怎么来 当这个国民政府副总统呢 那支持他的人就肯定减少了 结果啊 这个李宗仁白冲洗一看 支持松柯的人减少了 但是还不能确定都转过来支持我 李宗仁啊 再出一道狠的 就把这个松柯违法乱纪 就是蓝妮这个 伪国民政府的财产 相当于松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把这个伪南京政府的私权呢 私自给了蓝妮 这样子一来呢 松柯名声就臭了 那么本来支持松柯的呢 都疯疯倒向这个李宗仁 结果呢 这个松柯在选副总统的时候 就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这个时候呢 你想松柯名声这么臭 再一个的话 加上当时蒋介石下野 那么蒋介石啊 迁往台湾的时候呢 松柯就搞紧跑去香港 给蒋介石写了封信 就说总裁你我也要去台湾 你给我安排什么职务 那这个时候松柯名声正臭着呢 蒋介石不可能再拉着他一起去嘛 去了还给自己把 没啥用还惹的一声骚 没给他回信 就压根不打理他了 这样一来 行 松柯没点去了 蒋介石 旁伙也把他给抛弃了 他没办法呢 就怎么把招呢 咱们就跑去法国呗 去了法国不得安宁 那么他之前先找的那第一个女朋友 姓严的 他生了个 给他生了个小孩 生了小孩 这姓严的呢 他也没啥钱 说你给抚养费 隔三差五 来找松柯 那松柯这个时候呢 也过的什么 也没有那么多钱 结果呢 人家这个姓严的 跑去法国当地政府起诉松柯 交给钱 给抚养费 松柯不得不把手上的12根那个金条 大黄鱼给了这个姓严的 结果呢 松柯是过日子过得就劲巴巴的 到最后 他法国也不呆了 因为这个姓严的能找着他在法国 他干脆跑到美国去 到加利福尼亚 好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呢 有他的儿子 他儿子比较孝顺 就是接济他 他在美国呢 穷到什么 吃的菜都没有 就自己种点菜 有的时候饿了 实在没吃的 就吃点红薯过日子 那么话说回来 那么就是松中三 这儿子松柯呢 虽然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 但是呢 也不是说一无是处 他毕竟继承了松中三的这种 天下为公的思想 松中三教育他 第一多读书 第二 不治私财 那么这个松柯呢 就是他本来在国民党内 也是在中央的这个圈子里面 就是松柯如果想贪污点钱 那就太容易了 而且当过什么立法院长 行政院长 他如果要贪污的话 他至少不敢说富可敌国 至少够他吃几位子 结果他搞到自己都没饭吃 说明他还是一个比较清廉的一个人 而且呢 他到了美国之后呢 反正勉强能吃饭 然后呢 就大量的买书 买很多书呢 结果他就泡图书馆 买书看书 到后来连书都买不起 买不起 他在一个图书馆里面 看一本书 爱不释手 不是图书馆 是来个书店 爱不释手呢 就看 这个书店老板都认识他了 一说起 原来你是松客 那华人书店 就是那还说啥呢 这本就送给你 就松客就穷到这种地步 那么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时间就来到六五年 六五年是一个什么状况 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 也是举步维艰 为什么 因为蒋介石一去了 那个台湾夸下海口 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什么三年成功 反正就是在国民党内 因为他自己的统治 遥遥欲坠 夸下一堆海口 要不知道什么事 要反攻大陆什么的 结果他没有成功 再加上呢 就是 抗美云朝战争 那么我国的这个军事实力 包括在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地位 更进一步提升 后来呢 又把美国所支持的蒋介石 在联合国的这个合法地位 给他取消掉 那么由我国 作为联合国五常 那么蒋介石在台湾岛内啊 真的是又面临着很大的这个考验 就是他就想着 哎 我把松柯叫回来 怎么说 松柯是松中山的儿子 松柯如果支持我的话 那么岛内你反对我的人 你敢反对 松中山松总理吗 松总理的儿子都支持我 你们敢反对我吗 出于这个目的 找个理由说 哎呀 六五年了 这个时候是松中山诞成一百周年 哎 松柯你回来 回来就是来参加你爸这个一百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 松柯在美国待的也是群空潦倒 啊 那所以说行 蒋介石一说 他就赶紧啊 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蒋介石就给他封了一个什么 傀儡的考试院院长啊 就让他当着 基本上就是给他找个领工资的地儿 那么后来到了73年 到了73年之后呢 啊 就是松柯因病去世 啊 这就是松柯的这个一生 那么总的来说 松柯这个人啊 智大才疏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呢 首先自认为自己是什么 国外的留学精英 啊 第二呢 是什么 第二呢 他又是松中山的儿子 而第三呢 当时松中山呢 也准备呢 扶植他 接他的班 但问题是 他智大才数是哪 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他当时连 松中山的手下的二把手 胡汉民都不尊重 连胡汉民都瞧不上 更瞧不上蒋介石 啊 所以说呢 他在国民党内 他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什么呢 见风使舵的人 就他没有一个 坚定的政治观点 那么你有从一而终的政治观点的话 那你就有从一而终的朋友 那么你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 今天我是左派 支持谁呢 支持汪精卫 明天我是右派 我又支持蒋介石 结果呢 汪精卫这边的人 你看 哎 啊 你现在不是我这边的人了 你支持老蒋了啊 那我行 啊 那那我就把你提出去 结果 我蒋介石这边的人说 哎 你以前不支持我 跟我唱反调 你现在看我势力装大了 你又过来支持我 也不把他当心腹 几面不讨好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党 国民党史的 对这个松克的评价 他的政治观念不成熟 啊 这就是他在国民党内 混得越来越失败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 好 那么对于松克的总结 就到这里 在国民党史上 在国民党史上 在国民党史上